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算是临时出的影片 是4月10号早上突然收到YouTube的来信 就是关于神鸡血舞者的影片 原因是诽谤申诉 但YouTube官方是一如既往 他并不会跟你说影片哪里有了问题 但有一时的来了 他只针对香港地区封锁 那就代表影片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然为何不直接下架处分呢? 或许真正的问题是因为 不能让港澳的玩家唱完这款好游戏吧 假设今天我是编造了一个谎言来诱导观众 让我自愿受罚没什么好辩驳的 但我今天陈述的是一个事实 并无任何恶意的造假 我既没有从厂商那里获得好处 也没有让观众去花钱感受恩典 而影片本身输出的 就是我对游戏本身的看法而已 而厂商也确实在3月7号寄来了合作信 希望我将游戏包装成韩戏大作 之前我也讲过了 我个人并不认同这种做法 所以我没有接取也没有回复厂商 反正我这边也提交相关截图 给YouTube的官方去审查了 而别人想要画素包装宣传游戏 这也不关我的事情 我只针对我频道的观众负责 让你可以看到真正实际的内容 神机写武者 在大陆就叫做摩之序曲 中国百度上就有资料 开发商我之前在影片中有提过 这边就不说了 所以我是神通广大 可以这样随意编写不被人发现 然后还自己虚空创造了一个游戏 提交给中国申请绑号审查 然后再上架中文剪题版给一堆人玩 那我怎么不干脆每天在家躺着数钱就好 科普杀鬼知识 再来这个营运代理商 eSkyfunk Entertainment 或者叫做Sky Entertainment 你只要去Google一下 就可以自己得到交叉验证的结果 然后你中国公司上用的logo 就跟在海外上架的一模一样 网狱也是使用skyfunk.com 总不可能是被我害客了吧 那我到底回谤了什么 打造答辩游戏的九大原则吗 所以别人可以说这游戏值得推荐 好玩 必玩 大作 不准别人反向推荐 或者指出问题 或者请官方指出我哪点是错误的 难道一堆人在网站上刷到那些 倒数材 突然不服的商业宣传广告 都是别人伪造的吗 很显然不是嘛 因为都是透过台湾那件义亨协助投放的嘛 然后如果我透过连接下载后 实际打开的内容跟你宣称的不一样的话 是你代理厂商还是YouTuberFB 会假衣赔100呢 而且我早讲过了 最一开始说这系列 就是针对虚假广告本身感到不满 而并不是对游戏本身不满 厂商如果你不要整天用虚假广告 跟盗用素材来洗别人的脸 难道会有人感到反感 或者别人跳出来指责吗 不会嘛 而且我的每支影片 可从来没有向别人去巴哈 或者不是在我经营的频道上发布 顶多就是少找几则被别人转载而已 那也并不是我本人所为 所以我实际上能影响到的人 可能连你们广告打的1%都不到 所以现在 你们连少赚那1%的智商税 也要计较是吧 如果有天这频道被封禁 各位还是可以去我的FB上找找 是否有创新的频道 只要还有动力的话还是会持续做下去的 祝愿各位都能早日脱离苦海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